欢迎收听快川之饭派又黑花了 无奈神兽虚空 来咯来咯 第909集 男人本就站在那门口 离门极近 那门撞来时 他并未动弹 实实在在地吃了一嘴灰 血鸣于那飞幅而来的灰土中站定 顺便掐了个水绝 那一身的灰尘便被西树洗净 他随手一挥 于洞府布下了一道结界 然后信步走至右床边 男人目光落在南巡送他的那张雪狼狼皮上 不禁发起了呆 稍许 他将那雪狼狼皮隔空吸入掌中 放在鼻尖轻轻秀了起来 上面还残留着他的体香 那是油内散发的香味 灵魂的味道 独属于他的 也只有他才闻得到 想起方才 他像条傻乎乎的呆头鱼 主动咬住他鱼耳 还吃得那般欢快 他心中愈发觉得好笑 终于是忍不住 他沉沉地低笑出声 低笑着啊低笑着 便开始放声大笑 笑得畅快之时 那暗黑的眼瞳竟竟有一瞬闪过了一道血光 然而转瞬即逝 他知道 玄瑄可爱 但以往他总是戴着面具 这份可爱 也不知掺了几分甲 可如今 他把他脸上的面具撕下 要他将真实的自己呈现在他眼前 他这才知道 面具下的他 竟比他想象中还要可爱 他爱极了 他方才的憨态 血明这师太的模样 连他自己都没有见过 更别说暗搓搓地偷描他的小疤了 可惜 小疤的精神力 被逆道结界挡在了外面 不然此时 定要被这笑声下授石金 等到血明终于平静下来 他轻轻地合了合眼 再次看向那扇内门 嘴角还勤之一抹浅笑 眼里仍有散不开的温柔 且说这头 南学一把把这扇内门关上后 迅速地双手掐绝 往那门上打了足足三道符文 仿佛这样一来 这扇门就可以当作不存在了 四小子 这才多大点 就会坑骗自己师父了 等再过个几十年上百年 那还了得 不过 南学躺回床上 脑中又闪过了血明那张脸 再次感叹 唉 不愧是以后的世界霸主啊 长得真是好看 越看越好看 不笑的时候是九天神奇 笑起来的时候便是温润清俊 枝兰玉树 简直是男女老少通吃 如此感叹一番小徒儿的美貌之后 南巡想起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以后阿明 该不会也像是那些修仙 种马文小说里的男主一样 勾他许多女人吧 或者说 他就是随便给个寓意深刻的眼神 这天下最优秀的女子们 便如飞蛾一般 朝他这冰火扑来了 南巡觉得 他有必要在这方面 好好地教育教育徒弟 虽说这是个古代修仙世界 凡人界的男人 很多都是三妻四妾 便是这修真界 一个男修 也能跟数个女修搞在一起 有的干脆不把女修当人 只当个财补的炉顶 性质恶劣 可阿明是他徒弟 万万不能干这种 提完裤子不认人的事情 太渣了 也不能招惹太多女人 桃花太旺盛 也不好 均不见古代帝王后宫 家历三千人 个个盼着帝王雨露 一不小心 就盼成了老太婆 或者一不小心 就变成了蛇蝎美人 踩着别人的尸骨 往上钻 搔手弄姿 以求帝王恩宠 更可怕的是 有的美人因爱生恨 说不准 什么时候 就把这帝王给堵死了 南巡可不想 他徒弟变成这样的男人 招惹那么多美人 消瘦得起吗 直到意识混沌之前 南巡还在心里 叨叨着此事 是要将小徒弟 培养成一个 专情深情的 绝世好男人 打着灯笼 都找不到的那种 以造福未来突袭 南巡一闭眼 再一睁眼 这天就亮了 哎呀 当修饰就是好啊 不会觉得累 南巡躺着 修炼了一晚上 虽然这个姿势 比打坐的时候 气韵丹田修炼慢多了 但胜在舒服 南巡觉得 自个儿就是出窍巅峰 大圆满的牛逼大能修饰了 不用再修炼太快 享受享受 这悠闲生活 才是正道 等他出洞府时 血鸣已经沉起舞剑了 他知道 小徒弟舞剑舞得好 每次看着 都是一场视觉盛宴 不过这一次 南巡看了会儿 不禁疑惑出声 这可不是 他教给阿明的剑法 想起昨晚上 他说的双剑合臂 南巡有些诧异 居然是真的 阿明自己钻研出了一套剑法 眼前的男子 手指长剑 剑势凛冽生风 浪卷风霜 气盖山河 破云灌日 总之 那叫一个帅气逼人 帅到难寻都雌穷了 却在此时 薛明朝他看了一眼 剑势陡然一转 变得柔和飘忽 剑劲如蛇游走 连贯灵活 行云流水 又自带了一分 洒脱四溢 刚才是男儿阳刚 现在是女子柔情 并不过分柔软 而是刚柔并济 南巡双眼陡然一亮 朝他走近问道 阿明 后面这剑法 可是为我创的 薛明将手中长剑收起 眉眼如画 唇叛含笑地看着他 是我为师父量身定做的剑法 师父可看清这最后一世 同我前面挥出的最后一世 一模一样 两道剑气上下交叠 最后挥成一股 威力不容小觑 师父 我教你可好 南巡哈哈一笑 哈哈 阿明 那你就小看师父了 为师过目不忘 看你舞一遍就会了 说完他已召出残影剑 在他旁边舞了起来 舞了几世后 还分神朝他扬眉 看 是不是同你方才舞的 一模一样 不 师父比我舞得更好看 画壁他也加入其中 两个人 一个凛冽生风 一个灵活洒脱 一个枝栏玉树 一个高山雪帘 劈刺撩挂 走 下腰 挥臂 侧身 动作如出一辙 地上落叶 被剑气扫得飞起又落下 再慢悠悠地飘洒下来 落在两人身上 那情景极为赏心悦目 终于到最后一时 双剑合臂 南巡呼得飞身而起 十分不客气地 踩在血鸣头上 同时挥出这最后一剑 小巴简直要下尿了 生怕血鸣大胆一个暴怒 当场把南巡给撕了 其实南巡看似踩在徒弟脑袋上 但他身轻如燕 又有灵力护体 只是以脚尖点在上面 并未真的碰到血鸣的头 但小巴还是觉得 即便如此 也是踩在血鸣大胆的脑袋上啊 男人这种生物最要面子了 何况血鸣大胆这样碉堡的妖王 性子本来就嗜血易怒 那是绝对不容人侵犯他的威严的 除非有人找死 而南巡就是那个找死的 然而小巴完全想多了 那被女人踩在脚下的男人 只是略略一震 随即便继续 同南巡一样 一剑横扫而出 虽然慢了那么一瞬 却还是追赶上了南巡的剑气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